台湾市國大便宜以後臨王作為在吉米醫學中心 參加有新叫古榜的芝卡病毒感染症 跟天高磊經濟更討厭 吉米新來便宜醫師 分別介紹芝卡病毒流行行蹤 把天高磊當情出地 第二問作出經驗風向 提早做好有同行為 來勢洶洶 我們對他也不是很清楚 可能都是今年第一次聽到這個病毒 包括他的生態 包括他的傳播 包括他的致病的種種基礎 恐怕後續的病毒 不過中央也已經意識到一個危險性 跟趙院長報告的時候他還有點猶豫 因為所有的幕僚單位都跟他講 就是高雄醫學大學那個研究中心應該是已經足夠 可是當芝卡病毒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緊張了 我再加強一下 我再加強一下 我說南台灣願意 當整個台灣登革熱或是一支卡病毒的第一線的兼兵 你如果設在這邊的話 不僅僅是解決南台灣民眾健康的問題 如果做得好也可以幫助整個台灣 所以他就很快 他已經決定 設在這個空軍 空軍醫院 設在那個地方 另外台南市政府也有設了一個自己的 市政府所屬的登革熱的防治中心 大概有100位的人力 也是設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到最後會有中央跟地方的和屬辦公都在那裡 那我們就希望說 地方也增加專屬的單位 中央也有專屬的單位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個研究單位 可能也一個防治的 國家級的力量可以展現出來 我想我做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 把根格熱根茲卡病毒的防治都能夠做到最好 謝謝大家